近日,杨子和肖战主演的电视剧《余生请多指教》在一再推迟上线后,最近也是终于定档播出了,这是近三年杨子难得上新的主演剧集,也是肖战在王牌部队之后又一部在一线卫视播出的剧集。 《余生请多指教》改编自同名原著,本质是一部没有太大矛盾的言情小说,讲述的是大提琴守林之校与医生互为相识,相知,相恋的故事。 男女主分别由杨子和肖战饰演,就首播部分看,二人还是挺贴合角色的,特别是肖战,白大褂一穿眼睛一带,瞬间有模有样子。 《剧版余生》开篇基本延续原著人设,但整体剧情有了不小的变化,不过从评论反馈看,余生原著粉并不偏执,还是比较认可剧版改动的。 在最新播出的剧情中,杨子饰演的林之校更是展现了搞销售的天分,不亏是杨子饰演的,简直是射牛天花版。 杨子本人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相关话题宣传电视剧,可以看得出对于这部电视剧的宣传也是非常用心了。 杨子的演技是无庸置疑的,从亲爱的热爱的到如今的余生请多指教,杨子的演技一直在稳步的提升,相比于之前活泼可爱的人物设定,这次的大提琴手的设定无疑让观众看到了不一样的样子。 大家是不是也在追这部剧呢?有没有被林之校的新操作孝道呢?